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这是streamybrow 好啦,我知道大家去曼谷玩 一定都想要订个四星啦,五星的酒店 装逼装阔,花钱当代 但其实有时候啊 挑个温馨可爱的民宿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重點是可以省下不少錢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這一次去曼谷跨年所住的民宿 叫做Grenary Hustle 綠英旅館 基本上呢各大訂房網站都可以查得到 我就不浪費時間教大家了 先講你們最關心的價錢 我這一次訂的是韓魏玉的雙人房 住了三晚12月30、31日到1月1日 總共才泰銖2700 是的沒錯 偷偷你的耳屎你真的沒有聽錯 一晚就只要900泰銖 還包含了早餐和免費供應的零食跟水果 以跨年這個時間點來講呢 真的是CP值算非常之高 那再來帶大家了解一下Grenary Hustle的地理位置 那它最靠近的空鐵站呢是Rachetevi站 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Siam的下一站 如果你是做機場快線的話 可以直接做到終點站Payatai 然後再換BTS 大家一站也可以到Rachetevi 出站後走3號出口 下了空橋之後呢一直直走 到了一個超級無敵大的十字路口 左轉Patchepley Road 再一直走 那看到一個天橋就上去過到馬路的另外一側 在Patchepley的3巷右轉進去 就可以到了 那必須老實說啦 這一段路程呢大概需要走個15到20分鐘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過於懶散的人 或是那一天太累啦 行李太多啦 當然你也可以叫Grab 不過建議停在巷口 在自己走進去會比較好一點 但其實整條Patchepley路上還蠻多 按摩店、小吃店還有7的 那當作悠哉散步換回去也蠻不錯的 好來切入重點到底是多美多好拍 到底再算起來 先看看他的門口 哇非常舒服的全綠色系復古庭園風 在門口就值得先拍100張 進去之後哇有一個小庭園 桌上有各種假掰的書籍 牆壁上有各種假掰的植栽 再拍100張 好來你看看這浮誇的搖椅 坐在那裡吃個早餐喝杯咖啡 搖來搖去搖來搖去不知不覺 又拍了100張 還有這一張 背後充滿了各種假掰植栽的沙發 圖騰控花草控直接瘋掉了吧你們 基本上就是任何一張桌子椅子 都非常值得各路網美們往俗裡拍啊 當然如果你想假掰到最高點 也可以像哥一樣 隨手拿起幾本原文小說 在那邊翻啊翻翻啊翻 拍好拍滿了你 走到大門口你看看這個鐵門 像法馬 根本是為了文青打造的外拍小門 還掛了一個超可愛的綠色油箱啊 欸你以為只有裡面好拍嗎 來你給我吃來來你來 文青小鐵門的外面也是一樣好拍到不行 真心不騙啊 甚至連民宿後門的走廊 都像是為網美打造的攝影棚一樣 你如果抓對了時間點 就會有陽光從柵欄間隙射進來 就像蔡依林的柵欄間隙偷虧你一樣 好來繼續 Grenery Hustle除了裡面很漂亮之外 來我們走到外面 看看外面杭安來的景 也是非常讓人讚嘆的美啊 周邊的建築物呢 有很多很漂亮的直批 所以拍起來都非常非常有味道 那這種傳統的矮房子啦 低建築啦 搭配石牆木門 都是在都會區比較難取道的景色 所以是不是是不是 雖然要多走一點路 可是你可以擁有這一些 完全不會有任何閒雜人等亂入的景色 你愛怎麼拍就怎麼拍 絕對是非常值得的 往左邊一直看到 右邊 dig臉 往左邊來到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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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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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 utili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